这西楚霸王他力把山河 其浑厚的力量也绝对担得起人类的命运 就在刚刚面对主神奥丁的策马来袭 西楚霸王他丝毫不拒 用力之下竟将西方第一神马死死按在了地上 可谁能想到他霸道至极将神马踩在脚下 左手突然弯弓搭剑 竟又射向刚刚站稳脚跟的宙斯老头 宙斯他仓促躲避 这剑也冲他的耳边擦过 一滴神血他流了下来 场上也随着再次归为平静 然而这一切都只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 由于发生太快 观众大为疑惑 这项羽的霸王枪和霸王弓为何突然出现 而且还轻易的伤到了西方主神身体 原来就在刚才突然射入场内的两道金光 竟然是提枪冲锋神 杰罗洛尔和战斗神 古纳两位女武神 他们分别幻化霸王凤凰枪和霸王弓 飞入项羽的手中 而面对这个千古敌人类 宙斯和奥丁也不得不为之震撼 这个时候霸王项羽侧头望向 身旁还在熊熊燃烧的不死鸟蛋 眼神中难掩一股复杂的神色 这时倒在他身旁的八族神马 德罗普尼尔突然展开双翼 一跃而起飞回奥丁的神侧 就在刚才那一幕出现后 洛基就算已经没有了神格 都下意识的想要冲入场内 毕竟是自己亲自所生 这还真是唯母则刚 而被眼前一个人类死死安在地上 这对于西方第一神马来说 绝对是七尺大如 下一秒主神奥丁手握永恒之枪再次上马 用雷电铠甲将八族神马包裹其中 他化作一道闪电 支出西楚霸王 当他靠近之时 霸王全身被电流马逼 一时间无法躲避 竟被直接撞飞了出去 可也就在这么一瞬间 傲定瞅准时机突然转向 这墙头对准了不死鸟蛋 原来他真正的目标 一直都是为了阻止人皇涅槃重生 这刹那间西楚霸王已经来不及救援 只见他闭上了双眼 这安静的经济场上 突然响起一阵沉重的马蹄声 只见一个身影瞬时出现半路对撞 八族神马 傲定只得蜈蚣而烦 西楚霸王突整双眼 大喝 千年不见 你来得正好 众人定睛一看 这奔赴而来的 乃是一匹黑马 他通体又黑 油光放量 唯独这四只马蹄 白的赛雪 不错 这正是西楚霸王的踢血乌锥 而当霸王项羽再次骑上乌锥之时 那震耳欲聋的冲傻声 仿佛在众人耳边响起 当年项羽立战六十多元汉将 霸王他枪位点地 马位倒退半步 这一人一马震慑了千万大军 而这个时候 项羽手中的霸王宫 就化为摩生铠 覆盖他的全身 而那霸王凤凰枪 更是直接化作天龙破成吉 只见几肩如雪 齿卢残阳 见此一幕 众神之父宙斯在这一瞬间 似乎发现了一丝端倪 人皇帝心 轩辕剑 和被轩辕皇帝 伤了神力的天龙破成吉 当这一切都串联一起之后 周思他顿时醒悟 这西楚霸王项羽的真实身份 他难道是